儿子五岁多的时候手术确诊为隐形遗传基因 她的脚趾头的话这些已经收缩了不像正常了 大家好我是禅姑娘 送孩子上学回来 扫地做一些逆所门急的家务活 开始做波仔糕了 把碗洗干净 碗要先拿泡起才好洗 洗了碗的水又拿来浇菜 漂亮的波仔糕就做好了 把它拿到放在车子上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 就开始出发到学校去咯 提前十分钟过去 刚刚好把桌子摆好 这个桌子的话都有一点坏了 将就用着 现在把波仔糕呢拿出来 先摆放好 今天我做了四种水果味的波仔糕 南米味比较受中学生们的欢迎 他们比较喜欢吃南米味的 放学了 第一个顾客就要拿一个南米味的波仔糕 接着陆陆细细的同学们都来买波仔糕 我做了草莓味的 我做了草莓味的 过多月了 他们呢也比较就是也认识我了 每一天一放学 喜欢吃的都过来 很多女孩子每一天都要买一次 我的手呢 不活动 就是弄得比较慢 有些同学的话 他就会自己挑 但是有很多说我挑出来的比较好看一点 他们还是喜欢让我挑 就是要耐心的等待 我呢动作比较慢 他们也并没有嫌弃 还很客气的说谢谢 今天早上我就带了三十多过去 就因为中午就摆了一下 没想到二十多分钟就卖完了